山头一片雪白映照蓝天和放木的牛羊 壮丽风景令人好震撼 这场雪比去年来的要早一些 而且这个雪的厚度 现在是正适合摄影爱好着拍摄的季节 大陆十一假期意外迎来新疆克拉郡山区 入秋后的第一场大雪 搭配苍茫美景让游客看了好开心 而在吉林长白山也降下了首场秋雪 但雪汉雨一起下个不停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想看美景却铺了空 这长白山也是我梦想到16年的一个景点 今年终于来了 但是每个景点也没看着 坚持今天看到了吗 没看到 上去的时候上面就已经下雨了 坏天气破坏廉价旅游好心情 3号早上江苏地区出现大雾 市区能见度不足100公尺 来往车辆在路上必须闪警示灯才能前进 而在新疆恐乃四大阪地区 夜刮起风雪严重影响交通 目前当地已经实施了车辆管制 记者唐一全综合部导